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就是针对 那我底下其实我上面叙述我就不写 我就底下就是根据上面的问题 不过你也不用写 直接就是改为分别加种奇数偶数 和偶数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我是觉得他应该够聪明 好的 分别加种 简直是厉害 完全 这你根本不用讲太多了 所以我刚开始我都叙述一大堆 我觉得都多 有没有他马上知道说 以下是分别 这个加种一到基数 我还担心他不太知道什么叫基数 所以显然他是懂中文的 然后 这一段程式他还给你解释一下 他说解释 他主要是使用这个 使用什么呢 这个百分比2 是不是等于0 那这个特别注意 这个百分比符号在这里是求余数的意思 就是除以2之后的余数 是不是等于0 是不是等于0 那等于0特别注意 如果两边比较的话 不能够只有一个等号 一定是两个等号 因为要比左边跟比右边 两边有没有 这边是0 那这边也要是0 他会是true ok 然后呢 他如果能够被二整 那就偶数 反之就else 那就基数 所以他会增加两个变数 分别输出 所以应该ok的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我没有跟他套好招的 不要以为说我跟他商量 没有没有 就直接马上 直接怎么样 直接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把它贴上来 因为这个应该没问题 把它开个新的 然后贴上来 放大一下 我看一下 所以他哪些改变 他增加了另外 本来是total的 一个这个变数 他现在改成 有没有 这个old跟even 然后呢 分别预设值都一样 0 然后这个也一样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那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if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完了 如果他产生 range里面的这个i的值 除以2之后的余数 是0的话 ok 那就是把 这个old的变数 加等于i 那你也可以改 如果我这边不改了 你可以 如果你觉得你加等于i 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习惯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那个变数 等于 那个变数加i就可以 ok 其实这个 底下的话就偶数啦 ok 那如果假设那个逻辑 比如说呢 不等我希望这边是奇数 这边是偶数的话 那我这边不要是 两边相等 我要不等于 不等于0的话 那就表示奇数 那不等于的变数 那不等于的变数记得哦 要把这个前面的等号改成什么 改成金碳号 这个叫不等于 ok这个可能要记一下哦 这个是固定规则 ok如果是不等于的话 不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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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算了 有没有 不是0就1嘛 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啦 不等于1那就是偶数 反之就是奇数 ok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啊 这个两种情况 顺便提一下 因为如果这些规则都清楚的话 那将来也比较不会有看不懂程式的问题哦 那最后的话就是把奇数跟偶数分别 把它输出 这样的话执行看看 诶看一下 对 如果是奇数是2500 偶数是2450 加起来应该也是结果 ok 那就得到结果 所以显然哦 这个 诶 乔西比写这个程式 真的是太轻松了 那待会的话请各位呢 再来就是改一下 那刚刚这个地方哦 17299是用货回圈写的 那请你把它改一下叙述啊 这个改的方式 我看你们就顺便学一下 坏回圈哦 因为坏回圈也是重点哦 那改的方法 我看直接就是在 这边再增加一个分页算 所以我改的话 我就直接在上面这个问题哦 直接有个编辑去 讯息有没有 然后你直接很简单 就把这边改成坏哦 W-H-I-L-E OK 好 这样的话就会 把刚刚问题 那你按传送哦 他的问题就会分下一页 OK 跟刚刚讲过一样 直接直接传送 那你会发现呢 他这边就底线2了 就等于是第二页了 然后呢 就会帮你写出一个坏回圈的版本 在下方 OK 然后 当然可以以下是画回圈写出来 1199 不过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好像 这个跟 这个复制一下 当然如果你要我们主要是比较哦 所以我就把这个程式干脆贴到这个的下方 这个的下方 可是你说老师 他贴到这个下方 上面会跟下面干的 空白 那个换行不会拿掉 那你说老师 可是我现在贴到 刚刚的FOR违圈的版本的下方 那如果一RUN不就RUN两个 对 那可是 我又不希望删掉上面的怎么办 很简单哦 请各位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上面的这些程式哦 把它当成注解 不要删除的话 那之前我跟各位讲 我就前面加紧字好了 可是如果你加紧字 他会有四次要加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哦 你可以学一招 选取这四行之后哦 按下一个快速键叫Ctrl1 Ctrl加1的话哦 意思就是说呢 把你要注解的那些所有的程式 通通都注解掉 那你说哦 可是我突然间 我要想要把它切换回来怎么办 很简单 再选取他再按Ctrl1 他要恢复了 OK 所以很简单嘛 这个很重要 这个写成是必要的快速键 你不要说你忘记 OK 不然以后这些都快快速招 你不会没关系 就是前面自己加紧字号 但是你自己要加紧字号 我觉得应该很累 尤其现在还四行 如果这边有四十行的话 你就怎么怎么夹 四百行你慢慢加 加到下课都还加不完 选起来Ctrl1 如果打开Ctrl1再按一下 而且这一招我记得好像在很多编辑系都一样 以前写Java好像也是差不多 Ctrl1 Ctrl1 有没有 所以很多都相通的 OK 好 那只是说你稍微比较一下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同 其实最大的不同你们可以看一下 变数名称一样 没问题 你会发现这边为什么多一个这个变数 因为for回圈他这个range是固定的 而且他每一次都加1加1加1 所以 那可是while回圈他不会加1 while回圈他必须要手动加1 麻烦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是初值对 那他回圈里面一定会有个帮忙加1的一个叙述 所以这个什么Lumber加等于1 实际上就是什么Lumber等于Lumber加 我写这样 写这样不要大家看得懂 OK 就是 就是把它加1 OK 那什么叫加1 意思就是换2 换3 换4 换5 所以其实这种写法跟这边的写法 雷同 所以以后如果有个范围 你干脆用for回圆算了 没事干嘛写这样 这样反而很啰嗦就对了 OK 好那其实一样就是把这个total加1 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while后面就是一个条件 有没有发现他其实跟那个if很像 其实如果你把它改成if 如果if跟while最大的差别是if只会跑一次 那while的话呢就会跑到这个条件 有没有为force的时候才跳0 所以当他等于1的时候 有没有小于等于99啊 有吗 所以他会看下一个 等下2也会3也会 那当他什么时候会跳0呢 当他等于99的时候 99不会了99也有等于的 所以当他100的时候有没有就force了 force之后的话呢 那他就离开了 OK 所以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缝回圈跟坏回圈 在这个地方应该可以比较的蛮清楚 OK 所以其实透过chartgb好像产生之后 很多问题真的就简单 不然以前真的我们上课都请同学自己写 爸爸我打完之后自己写一遍哦 打完之后 现在很多同学就已经差不多筋疲力尽了 更不要说这个还看得出差异点来 OK 所以chartgb里面尽可能它会帮你产生 那你会贴 然后会稍微改动 所以我刚刚最重要的是Ctrl1 这个Ctrl1我觉得这个绝对必要 两边比较一下 至少知道一下坏回圈 跟for回圈的差异 其实比较归根究底来看 其实这三个地方 一它会有初值跟不禁值 初值不禁值 二的话在坏回圈后面 它是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大概这三个地方不太一样 其他应该也没什么不一样 所以那只是说你说 老师那如果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就是 基偶数分别加种的话 它其实 其实到底差不多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版本 这个while 改到这边来 该会 只是如果你 懒得自己想的话 很简单 chartgbj OK 但如果你想要自己想的没关系 自己打打看 这是我们训练 那你说这种训练 有没有一定是必要的 我是觉得也还是有必要 因为 会加速你的熟练度 因为有的人为什么看成 一下他看完了 因为他熟嘛 熟到不行 但为什么有人看着就很慢 明明问题就在那边 他看不到 就是不熟嘛 就这样而已 所以 你说 有chartgbj之后 对于未来的技能的挑战 因为以前的skill 这个skill怎么培养 就是让你训练 反复 一直练 到你熟到爆为止 那问题 如果 后AI时代之后 是不是还需要这样的事情 这是值得商榷 我也在思考 我是觉得也需要熟练 但是不需要做到一千次 可能就做个几次熟就好了 不然说真的 以前的技职生也蛮可怜的 做到他真的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问老师说 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背起来就对 我不知道 有些老师会说 其实老师也不知道 以前我们都这样被逼的 OK 但不能这样讲 只是说 有的时候你说这样不对吗 以前这样好像慢慢 他会借由训练到某一个次数的时候 哦 懂了 有没有 有 以前我们就这样 我刚才学说是不知道 但是有的时候 就一直一直练 练到某一个次数的时候 哇 原来就是这样 对 真的你没有经过那个过程 你还真的不知道 怎么讲 那个背后的原因 OK 所以有话有话 这个我想你们可以 试自己的那个情况 你们想想看 可以换回圈 然后再来把它改成这个七偶数 或者是说 因为我们在上课 刚刚刚就好了 等一下 一样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的话 因为他有切页 所以上这个第一页 第二页 原来第一页的问题 我只是说把它改成什么 分别这个加种七处数 我可以把它切过去 再切回来 那根据第二个页面 我一样 所以他会根据的是坏回圈的下方 所以变成一页是缝回圈 一页是坏回圈 看一下 跟他一样 也太一样 所以其实应该 他也写出来 他一样是写 一模一样的逻辑 所以又可以比较一下 把它复制一下 所以以后的话 你们可以两边 不妨 这个把它注解一下 就把刚刚那个程式贴到底下 差不多意思了 所以你会发现 也就是增加一个什么 累加 但是记得那个缩牌的位置 哪些地方要缩牌 你不要说错位置 结果也是会是错误的 这样结果应该也是一模一样 我把刚刚的一符 把它放到上面 下面的话就是用画回圈 我顺便比较一下 好